就是要饭花子供祖师爷 很多供朱元璋的 就朱元璋当年当过和尚就要过饭 所以后来成皇帝了 大伙供他 朱元璋那个时候 咱记着有个大口相声 珍珠翡翠白玉汤 说有个姓索的要饭花子 这朱元璋要饭的时候都累 饿得不行都要死过去了 他把这什么烂菜帮 搜豆腐 白菜叶子 锅巴弄在一块 豁巴豁巴 给他煮一碗汤 把他最后吃饱了 这算没饿死 这珍珠翡翠白玉汤 后来朱元璋找到姓索的乞丐 他当皇帝了 中赏他 这乞丐不干 说我要饭当三年 给皇帝我都不换 就这么的吧 说那我就给你这东西吧 给什么 一对牛胯骨 这个牛胯骨呢 这边拴七个铃子 这边拴六个铃子 什么意思 南七北六十三省 你随你边要 就皇上遵循你到处要去 这对牛胯骨 我别称还叫太平骨 后来人用这个打节奏要饭 也称叫牛骨鼠来宝 咱们看这个茶馆里头那大傻羊 哎 这你问我为啥要了饭 那么这个不能把我怨 那么蒋介石打内战 哎 这种方式 打膝盖打肩膀 打出这响应动静 这叫牛骨鼠来宝 我大傻羊 他打骨板 说一来来到了大茶馆 那个大茶馆 是老于泰买的 兴隆真不赖 哎 这牛骨鼠来宝 很有意思 所以这是锁家门 这锁家门其实呢 后来要饭的都凭手艺 哎 这东西你看 新奇特打出来 节奏感呢 词什么都好 包括后来取一件 你像相声祖师爷 杨哥说 这跟要饭的有直接管理 你咱们说相声祖师爷谁 有人说张三鹿 八角鼓 吹打弹拉 这个说学斗唱 还有说相声祖师爷呢 叫穷不怕 这人叫朱绍文 这穷不怕 其实就是锁家门人 就要饭出身 他写了首很有名的诗 叫招吃千家饭 月宿古庙堂 不做 你看很有骨气的艺人 他就是这个锁家门出身 所以你我刚才说这锁门是干嘛 就说要饭这行的 乞丐这行的 当然我们说任何一个时代 无论是中国还是外国 都不可能把要饭的都弄干净了 咱们现在你看 现代社会里头也存在这 说白了 有的手法很残忍 拐卖一下儿童 甚至把儿童都弄残废了 到那这个争取你同情心 要了钱 然后后边一些犯罪分子 这其实都是社会里边 我们必须要正视的一种负面现象 你看那个 我们看武状元苏琴里边 有一段对话很深刻 你要不解散 我怎么能安心 结果苏琴说了一番话 说皇帝 这个要饭的多余少 不在我 而在你 那么有哪个人愿意做乞丐 愿意要饭呢 你该帮弟子几千万 你一天不解散 叫朕怎么安心 该帮有多少弟子 不是由我决定 而是由你决定的 如果你真的英明神武 使得国泰民安 鬼才愿意当乞丐呢 我觉得这段话 是所有影视作品里 有关乞丐最为精彩的一段流行